蓝湛和魏英走到一楼时 那对情侣也已乘电梯下到一楼 两人皆挨着彼此 牵着手拉着行李 走在他们的前面 魏英对自己很无语 一看到那对情侣 他的脑海里就全都是蓝湛吻他 抱他的画面 细密的热意在他前身蔓延 他心如小鹿乱窜 又从余光瞥见蓝湛目不歇视 一直很淡定的样子 顿觉自己屋的无可救药 亵渎了雪山冷月 幸好那对情侣没在他们前面走多久 就坐上公交车走了 他们才得以恢复正常交流 魏英原本是计划到皇后大街 那里有Allens和NK两大购物中心 有不计其数的商场 小店 但蓝湛不了解蓝湛喜好 所以他改变了主意 送礼物 应该精心准备对方喜欢的 魏英也不急再一时把礼物送出去 想等对蓝湛有了更多了解以后再回礼 趁着风和日历 魏英打算用一天的时间 来探访斯德哥尔摩 这座被Walker称为不仅有古老韵味 又有新时代活泼的北欧城市 每到一座城市 魏英尤为喜欢穿梭于那里的大街小巷 或去当地民众的聚居地 或去埃及热闹的菜市场 或去别墅一致的商店等等 从细节处慢慢感受其独有的人文风情 他惊喜地发现 蓝湛也喜欢这样做 两人沐浴着城光长阳于老城区 城中有宏伟庄严的宫殿 高耸入云的教堂 也井然有序地密布着一栋栋式样新奇的楼房 几乎每栋建筑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塑和石刻 较好的保留了中世纪的风貌 街巷纵横交错 宽窄不一 有的只能容下两三个人并排走 在其中穿行 脚下是圆润光亮的花岗石小道 入墓地有小巧别致的各类商店 出售手工艺品 旧货等 也有五颜六色的北欧民居 优雅文静 进展古城风貌 蓝湛对这一切已经非常熟悉 但他依旧愿意耐心地陪着魏英一寸一寸地 去探寻老城的风采 魏英喜欢久久驻足 或寻找多种角度拍照记录 或兴致爱然地洗心观察 他不时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有趣事物 双眼有光地讲给蓝湛听 使蓝湛对早就熟安于心的东西 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阳光在四周跳跃 空气中偶尔会飘来咖啡香 面包香 蓝湛站在魏英旁边 鼻息间隐约浮动着魏英身上的凌兰气息 他恍然觉得 这也许便是岁月静好与君忠老的味道 蓝湛如果则一成忠老 你会选哪里 魏英忽然这样问蓝湛 他的声音拉回了蓝湛飘远的神思 魏英俊俏的脸上样开略显羞涩的笑容 他又补了一句 我有一个朋友愿意在四经孤独的忠老 说明四经有其独特的魅力存在 魏英曾经问过Walker这个问题 Walker不假思索地发给他五个字斯德哥尔摩 此刻的他 慕名希望蓝湛的答案也是这五个字 魏英不懂自己这是什么心理 既想要和蓝湛聊集Walker 但又不敢说太多 或许是因为知道了自己对蓝湛的心思 愿意倾诉 又怕被蓝湛误解 他对Walker抱有不同寻常的情感 看着魏英的神情 蓝湛已了然他所说的朋友 是指那个白月光心头泛酸 冷声回答 不知道蓝湛也喜欢四经 但此刻他不想告诉魏英 不想让魏英知道 他和那个白月光有着一模一样的答案 蓝湛朝前走 魏英迎着风追上去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走过的城市应该很多吧 就没有喜欢的 蓝湛依旧回答不知道 魏英抿了抿唇 闷葫芦不开口 他能怎么办 只好做吧 继续摆弄自己的相机 蓝湛反问魏英 你呢 魏英用相机取景 借着镜头悄悄观察着蓝湛 他壮似无意的说 我也挺喜欢四经的 不过 会不会留下来 得看缘分 蓝湛且谋微宁 若有所思 但没再说什么 四经有一个半岛 和十四座岛屿组成 岛屿之间以桥梁连接 梅拉轮湖流淌于其中 蓝湛和魏英一起去坐船 邮轮从市政厅附近的码头起航 沿湖暗线景色 秀美又灵动 远处车水马龙 近处湖光练艳 倒映着一方明媚的蓝天 宽阔的湖面上有一些游艇 翻船绕着小岛游艺 许多海鸥围着船船 像任性的孩子般平仙起舞 魏英很兴奋 用相机对准他们 捕捉了几个珍贵瞬间 他忽然记起一件事 想和蓝湛分享 末地回头 赫然撞入一双泛着柔情的眼眸里 蓝湛一直站在魏英身后 默默地注视着他 陡然对上他的视线后 很快捶向了眼连看手机 魏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没能察觉到蓝湛的一样 他开心地和蓝湛分享自己心中的向往 蓝湛 四经有着得天独厚的畅通水系 完全可以坐船出行 等我存够钱 就买一艘五脏俱全的帆船 像房车那样的 可住可出行 可以带客人出海 挺好的 蓝湛表示赞同 语气无波无澜 趁魏英走到别处去拍照时 蓝湛打了一通电话给报秘书 帮我订购一艘帆船 可住可出行的 报秘书微正 后恭敬地问道 蓝总 请问您需要什么型号 怎样的配置 设备要哪些 船商会问这些信息 你看着办 可以海调 晒太阳 看风景的 好的 我明白了 不过 蓝总 请您耐心等待 订购一艘帆船 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取船 蓝湛看着远处的卫英 默了默 诞声说 请船商尽快吧